我们认为如果在学校里教他们华语跟英语 他们一定会讲华语或者英语 可能是两种 可是有30%的学生 英语一句话都不能讲 听差不多 华语也不大流利 大家都了解 需要减轻每一个儿女的负担 如果让这样的制度下去 新加坡的社会 是讲新加坡特别的英语 新加坡的福建话 跟巴沙的马来话三种 那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怎样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慢慢地改变这个习惯 语言的习惯 到处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讲 华语比较方便 感谢您的观看 最后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